台长接下来跟大家讲 在麦克 他是一个美国餐馆的经理 他每天呢 这个人非常拥有好的心情 当别人问他 你过得怎么样啊 他总是有好消息告诉你 每一天都心情很好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他都是面带微笑 看到他这种情景 很多人非常的好奇 有一天他的朋友问他 哎 我不懂了 麦克 没有人能够总是这么乐观的呀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麦克回答 每天早上 我起来总是告诉自己 今天你有两种选择 一种你可以选择好心情 还有一种选择坏心情 但是我总是选择好心情 即使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也是选择好心情 因为我不想做一个 心灵受到伤害的人 使自己更加痛苦 所以很多人来跟我抱怨 我可以接受抱怨 但是我选择更多的 就是光明的一面 去劝导他改变自己 这个朋友说 哎 麦克 你说的 也不是这么容易吧 每一个人烦恼来的时候 怎么笑得出来呀 他说的确如此 实际上生命就像一串选择 每个情况都是一种选择 如果你选择跟别人交往 你选择别人 是否会影响你的心情 你有时候会选择 你的心情是好是坏 好的去做 不好的去不做 就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数年之后 没想到麦克经历了一件 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一天 他忘记关上 餐厅后面的门了 结果早上 三个凌晨 武装歹徒闯入 他们的饭店后门来抢劫 他们要麦克 马上打开保险箱 给我打开保险箱 你知道那些歹徒啊 他们希望时间快啊 拿着枪指着他 还这么抖啊 这个麦克呢 过度紧张了 开保险箱的时候 弄错一个号码 这个歹徒以为他是有意的 一紧张 开他一枪了 麦克很快地躺下来了 然后这些歹徒逃走了 送到医院抢救 经过15个小时的外科手术 这个麦克终于出院了 但是有块淡皮留在他的身上 事情发生六个月之后 他的朋友遇见了他了 朋友就问他 你最近怎么样啊 他说我很幸运了 他说你知道我的事情了吗 朋友说知道了 他说你要看看我的伤口吗 朋友说不要了不要了 我只想问你 当那些强匪进入你房子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麦克说 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 是我应该锁住后门的 当他们击中我之后 我躺在了地板上 我还记得我有两个选择 一我可以选择生 二我会选择死 所以我选择活下去 你不害怕吗 麦克继续说 医护人员真的了不起 他们一直告诉我 没事放心 但是当他们将我推到 紧急的手术台的时候 我看到医生和护士 脸上忧虑的神情 我这是真的吓坏 在他们的眼里 我好像已经看到了 我的末日 他们已经在说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所以我知道 我必须要采取行动 他的朋友说 你已经躺在床上 你采取什么行动啊 麦克说 当时有个大个子的护士 用吼叫的声音 问我一个问题 他问我 你是否对什么东西过敏啊 喂 喂 你是不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啊 因为大家知道 医生开手术之前 要问这些事情 他回答说 有 这是医生和护士 全部停下来 等他的回答了 没想到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喊道 我对子弹过敏 医生和护士都在笑 脸上的忧虑神情 渐渐消失了 他们笑完之后 动完手术告诉他 你应该没有问题了 你可以选择了 他说 我选择活下去 请你们 把我当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开刀 不要把我当个死人来开刀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人不能选择天气 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情 生活充满的选择 每天你都能选择 享受你的生命的乐趣 或者你将用无情的烦恼 去憎恨你活着的生命啊 那么继续 那么继续